集結唱歌包廂和穿菜餐廳 這間KTV走精品路線 服務生把一大道餐點端上餐台 包廂內還要測試機器 整理場地 對不少工讀生 或者是社會新鮮人來說 領的是基本月薪 現在有好消息 行政院公布明年調漲 月薪從26400元 漲到27470元 時薪從176 漲到183元 漲幅大約4% 社會人數多達239萬人 現在物價都在上漲 如果說薪資也跟著漲的話 當然我們也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就是至少還是有在漲 多一千還是有差 因為畢竟那一千塊也是錢 物價漲薪資也要跟上 不過對老闆們來說 恐怕就不見得是好消息 像是開了兩間餐廳的 知名廚師國主義 坦言現在經營真的不容易 現在缺工缺得很嚴重 對業者一定會有壓力的 也是雙方面都要贏的 不要說只有一方面 那這樣子老闆都不敢當 從歷年來的基本薪資來看 101年實薪才103元 月薪一萬八千多 之後一路調漲 從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逐年調漲 現在拍板明年113年會達到實薪183元 月薪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 連續第八年穩定調整基本工資 中央表示目標是將來 基本工資能夠達到三萬元 照顧勞工調漲薪資 是持續努力的方向 三連希望胡錫音和陣風 高雄台北綜合報導